知道自己已经迷路的人才能准备好练习瑜伽 连迷路都不知道的这个人 我们给他任何建议 他是无法接受的 不是你的想法的那个想法令 让你去走 不是你要真的能看到 到底现在是个什么状况 那就行 看不见 所以就是 就是有老师跟没有老师的练习 其实呢 其实都需要 这样就好 所以你跟学生这个看起来 我觉得这个是做老师的最难的一个主题 对我来说 你看平衡感的练习 特别练习练习的平衡感 是不是 对 是吧 是吧 因为平衡感的练习太上头了 就是让你特别上一人 好像这一遍 好像这一遍 好像差不多 好像还差一点点 然后对 对 就是容易进入一个无意识的无限循环状态 对 你不知不觉 不知不觉20分钟就过去了 10分钟 10分钟20分钟过去了 不知不觉这么做了这么多遍了 当你反应过来的时候 你已经无意识的做了好多遍 然后你已经酸的不行了 你才停下来 对 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经验 不管是就是每 你就每个练习练习的人都有过这样的经验 我练了一个小时 对 进去了 是吧 进去了 就是练进去了 对 因为自己也没有跟 没有每天跟着老师练习 然后 也没有人 真的没有人说你 因为就是你自己 对 对 你看我我也 我觉得我们也是 就是谁其实都是 你看我为什么练那么多遍 如果我反正有一个人告诉我了 我可能就打住了 你知道吗 是的 因为我们没有跟老师练习 我们自己练习 其实就相当于我们自己在一个高速公路也好 在路上自己开车 然后我们没有路灯 也没有GPS 就告诉我们往哪里走 那真的全凭我们自己了 全凭我们自己的大脑想往哪走 怎么走对吧 所以 后面来我开始跟老师练习 哪怕即使是线上 老师给我很多建议的时候 然后我就知道了 原来平衡是这个 原来练习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其实永远都需要一个路灯 需要一个GPS 这样我们才知道 才有一个 才有一个标准去大概的衡量自己 不是说要把自己框住 而是不要让自己偏离太远 老师 太重要了 没有老师的练习 就凭自己 凭感觉练 你觉得很难达到练习效果 或者说就像刚才燕姐说的 你走偏了你自己不知道 当你反应过来 你已经偏了好远了 对就像我前一段时间 经常给我的学生们 做打一个比方 就说两个人开车 两个人开车上路 一个人开车 一个人坐副驾驶 然后他们真的迷路了 迷路了之后呢 坐副驾驶的这个人说 哎我们好像迷路了 我们要不要就是停下来 问问问谁 或者是问问路过的车 我们应该往哪里走 然后这个开车的人呢 就说哎你不用管 你坐着就好了 我肯定给你开到 就是两个人同时都迷路了 但是两个人是不同的状态 就是开车的人 他虽然迷路了 但他不知道自己迷路了 那做副驾驶驶的人 虽然他迷路了 但是他虽然结果是他迷路了 对但是他知道自己迷路了 所以呢 我就跟我教室里面的小伙伴说 这两个人哪个人准备好了练习瑜伽呢 就是说自己知道自己已经迷路的人 才能准备好练习瑜伽 连迷路都不知道的这个人 我们给他任何建议 他是无法接受的 没错燕燕姐我太有共鸣了 我太有共鸣了 就是我太有共鸣了 就是他不知道自己是谁的时候 你跟他说多少都是废话 他说再多的话 我觉得都是 哎呀都是对我自己的伤害 就是一个人 他不知道自己是谁 找不着方向的时候 他觉得自己没问题的时候 真的 所以说瑜伽是自我觉知 就这个人如果他看不见自己的时候 别人是没办法 让你看见自己的 这是第一步 这是第一步 而且就是 是对练习的一个尊重 然后是对自己的一个 怎么说呢 对自己自我的一个尊重 不是你的想法的那个想法 令人你去走 而是你要真的能看到 到底现在是个什么状况 看不见 所以就是看不见的人永远看不见 看不见他可以 看不见 所以这样的人呢 应该怎么办 就应该让他先迷走一段时间 等到他发现 哦我原来在迷走的时候 他就准备好了 然后老师才会出现 对 所以我真的觉得就是 有老师跟没有老师的练习 其实呢 其实都需要 所以我真的觉得 像我们现在 有一部分时间是自己练习 然后有一部分时间是 比如说去印度 或者找到自己此刻当下 能够跟随的老师去练习 我觉得这个平衡也非常重要 因为如果我们每天 每天如果我们很幸运 每天都跟老师练习 那我们可能无心当中会觉得 我们只要站在教室里 其他的交给老师就行了 但是其实最终练习是自己的 可能老师会给很多建议 但是所有的建议 不一定全部完全都适合我们 哪怕他是一个再完美的老师 因为确实这个瑜伽 是非常个人的东西 所以呢最终怎么样思考 怎么样选择 还是要自己来做的 其实这也是一个平衡 对就好像那个你想去一个地方 你在地图上搜一下 往这走老师告诉你往这走 但是真正走的人 还得是你自己 对 你要用你的智慧去练习 哪怕这个地图 可能告诉你都绕远了 你知道一条 你看到的那个方向 酷狗不是经常绕远吗 所以就是你要用你的智慧来练习 你不能不能犯傻 你就是我们说白了 有些同学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特别好的去 教会了我 怎么跟学生之间保持一种 良好的 然后持续性的长久的关系 以前我就会 以前我就会跟学生太过的紧密 就是感觉就是非常非常连接很紧密 然后以至于彼此都感觉有一点 有一点太热了 有一点窒息 然后呢 后面有一段时间呢 我又会跟他们的关系 非常非常的疏远 然后就觉得我需要放手 让他们自己去成长 然后我觉得这两个都有点 都有点不平衡 那现在呢就是我会跟学生保持一个关系 但是呢这种关系是不是非常近 也不是非常远 就是我会一直在那里看着学生 然后呢他会做自己的练习 但我知道他可能要走错的时候 我会把他拉回来 然后我就觉得 啊这也是需要去寻找的一个平衡 对对对对 这个特别难 这个太难了 我觉得这个是 最大的一个主题 就是你跟学生之间的这个距离 你说你跟学生之间太远了 就是你可能就是你要对学生特别了解 你才能才能才能打动那让他好好练习 可是你跟他又太近了吧 你有你们两个不是朋友的关系 你不能像朋友一样相处 他不能让学生误解你 你们的关系很近 这样就好 所以你跟学生这个太难了 我觉得这个是做导师的最难的一个主题 对我来说吗 我觉得这个才是瑜伽 这也是我要功课的一个难题 所以你看 当你准备好了 你的老师就出现了 那你可以从苦难题那儿 学到很多的 不管是电子上 还是电子以外的 关于教学的东西 对吧 好 好 好 啊 好